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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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所有的程序 当然就祝福包括宋楚瑜先生 包括林瑞雄先生能够参选到底 那么对马英九的连任之路来讲 在你们的标题里头说 马英九负贝受敌 这个负贝 那我们讲说贝如果说是外面来的力量的话 这个贝你指的 当然民进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敌手 一个对手 不要讲敌人 应该讲说是一个对手 那清明党应该要放在负还是贝呢 我认为清明党同样是他的贝 就同样是一个必须要去克服的对手 但他真的负贝受敌 他的负是受到了什么敌呢 我觉得真正的问题来自于他内部的政策 最近这一段期间 坦白说其实如果到 我们回到十月上旬 马英九的民调 当时我认为那个时候的马英九 他其实并不担心有第三组的候选人 而现在担心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段期间的行政团队 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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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凸杀 当然有很多的政策失误 比如说像老龙津贴 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里头谈过 你与其给个三百一十六 你让农民觉得说 好像我们来给你奔 那还不如你就真的爽快的 就去调高一千块钱 或者像陈辉文所建议的 所以我觉得内部的政策 不凸杀才是马英九现在 必须要去克服的第一个难题 第二个难题 我要在这边提醒大家 国际上面 现在的经济情势之糟 是恶劣 是超乎大家的想象的 国际上面能够连任的总统 或者是总理 是非常非常少的 都是因为经济因素 可是像西班牙变天了 他的经济情势并没有好转 所以我要克服的 还包括了国际经济因素 所以这目前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状况 但是除了这个马英九自己的这个政策 那原本这选民必须要来这个判断 不过现在这长期以来 最近这三个月以来 宋楚瑜先生这种参选 今天完全成定局 那么宋楚瑜先生参选 一般人说这个真正 马英九能够拉下台 就是他可能唯一达成的最主要的目标 这点是不是客观的事实 这不是客观的 宋楚瑜参选 就是要胜选 要胜选除了拉下执政的马之外 还要拉下在野挑战的蔡小英 一定要把双英拉下马 宋楚瑜才有可能胜选 所以不是只有马英九父辈受敌 事实上三个阵营通通父辈受敌 三个阵营同时会面临来自 其他两个阵营的竞争打压 甚至批斗 最后是不是能够力争上游 赢得最后胜利 只有靠选民来决断 我们非常感谢这么多的朋友 让宋楚瑜必须靠着联署过关 五十几万的联署 让他能够取得入场券 同时也在今天完成了登记 再下来三族其实都归归到一个公平的竞争面 大家用自己的政见理念来诉求 谁到底能够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 统统要靠选民的决断 任何政党任何人都无法左右选民的选择性 这当然是选民做最后的这个抉择 不过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得出来 不管从任何的这个民调或者台湾整个的发展的趋势 那么包括这个陈水扁先生是现在老里面说 宋楚瑜先生的这个参选是这个民党执政的最大的一些的这种保证 所以宋楚瑜的最大的最终的目的 的确啦 先恭喜宋楚瑜还有林瑞雄拿出了这个证明 那这证明相信为真 那参选没有问题 但是虽然选票上面有三个候选人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只有二选一的问题 没有三选一的问题 当选的不是马英九就是蔡英文 宋楚瑜当选的机会几乎是零 这点我跟陈正恩委员的看法是相反的 他是说宋楚瑜一定当选 那我是觉得宋楚瑜当选的机会趋劲于零 我们用马英九总统当主持当主体 不是要帮他讲话 因为他是现任的总统 他要竞选连任 所以以他为中心点来看这两个挑战者 刚刚涛哥提到 这个我要再跟大家讲一遍 这是自由时报很久以前就写的 这如果这两个字都可以拿掉 就是宋楚瑜参选 对本土政权最大的贡献 就是再次的这个政党轮替 然后刚刚涛哥提到说宋楚瑜 我这是阿边讲的 绝对是民进党执政的最大推手 为什么这样讲 宋楚瑜我认为他当选机会很低 但是他影响选局的那个 这不容否认 因为只有三个候选人 双英对决情况之下 宋楚瑜下去选一定会有影响 这个是陈振胜委员的高见 宋楚瑜现在的民调是35% 宋楚瑜领先双英 马英九是小三 马英九是第三名 那当陈振胜委员他所谓的民调是说 100万人的访查 这是陈振胜委员讲的 可是陈振胜委员这个看法 陈哥我先保留 但是我们看所有的媒体 所有的什么委托的民调公司 什么各单位做出来的 到今天为止 宋楚瑜都还是第三名 而且是远远的落后双英 这是事实 不过我们这个整个的趋势发展 在未来还剩下这个50天 今天刚好这个破50天 其实已经49了 那么宋楚瑜先生 能不能够这个突破 他所谓的这个蓝绿 还是说还只是能够在蓝营里面 争取蓝名的这个选票 那么另外宋楚瑜先生 今天也头一次开始针对蔡英文 做了一些这种批判 那么认为这个蔡英文 所谓的这个偏毒的这个状况 可是其实在这种情况 也是加速的促进了民进党 或者绿营的这个票 回到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身上 所以这样的这个趋势 是不是非常明显 任何一个候选人 他既然参选了 再怎么没希望 他都会觉得他一定要赢 他一定会要胜选 这个是基本的尝试 不然的话他选干什么 所以宋楚瑜一定会赢 一定会参选 让我们尊重他 但是选民也会看 选民会看什么呢 你真的是有这个企图心吗 那你就要看你的行为 你的动作 很抱歉 宋楚瑜到现在为止 比如说我一定要赢的时候 当有人说 我是二次政党轮替 最大的工程 当有人说 我是让民进党执政的 最大推手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候选人 已经被人家看扁了 你就要告诉你的选民 我不是 所以此时此刻 如果到现在为止 宋楚瑜都不愿意 针对民进党 任何这种的说法 家喻严正的 明确的 家喻处理 这个东西 抱歉 没有人相信 他是真的想赢 而是他其实只是想要拉马 这个东西的认知 请你尊重选民 再过来一个更重要是 任何一个选举的基本战术 当然是 如果马英九 目前还是领先第一名 当然是先达掉第二名 然后才能够往上攻 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 选举的常识 没有一个宋楚瑜是 从来不管蔡英文 就算管的话 也是轻轻过去 还是追着马英九 所以宋楚瑜到底是为了反马 还是为了胜选 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之后 都知道是反马才是最重要 更何况李豪讲的 恨才是他的动力 所以如果照刚刚创下坚持的说法 宋楚瑜现在目前的行动 曾审委员 行动上面是不否定 无论是民进党或者陈水扁 认为说 这就是宋楚瑜先 长期以来一直扮演 民进党能够执政 拿到政权的最大的一个推动力量 刚刚拜听各位的高见 居然可以把自由时报的论点 跟陈水扁的话 来当作圣经来解读 我认为这实在是好可笑的一件事 老人说宋先生要当选 势必要把双英拉下马 才有可能当选 所以今天他取得候选人资格之后 就很清楚 对于双英都有相当的批判 批判蔡英文跟批判马英九 几乎是获利差不多 老实讲 宋先生绝对不是为了要拉马下台 才来参选 宋先生绝对不可能要去成就蔡小英 要当选才来参选 所以请大家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 来污蔑宋楚瑜 堂堂正正参选总统的一个决心 这个决心是为了天下苍生 他讲到很清楚 把蓝的绿的摆一边 把人民摆中间 真正能够体贴人民当前的痛苦 要拯救人民痛苦的宋楚瑜 要来赢得这一战 这才是我们竞选的主轴 唯一的目标 你看宋楚瑜先今天开始 虽然针对无论是马或者菜 各做了一些的这种批判 但是重点都是在于 如果针对马英九说不同不独不武 那么认为说马英九违宪 这个论调是在蓝英里面 是不是会得到一些这种票 我把话都说完 但是可是针对蔡英文说 蔡英文是偏毒的 那会不会刚好把原来 还有一些对宋楚瑜先 有一些寄望的 刚好也送回绿营 这是目前虽然是两方面都批 但是刚好情况是如此 我回应陈正胜 可不可笑 不是你说的算 也不是我说的算 反正这么多观众朋友在看 我也不怕 什么叫做把他当成圣经在解读 那是阿扁在监狱里面写的文章 如同创夏兄讲的 如果你不高兴 你们有个发言人也很会骂人 也很会投稿 叫做吴昆玉 他应该针对阿扁的这个言论说 你怎么这样讲 到底什么是可笑 请大家看 35% 宋楚瑜领先双英 如果亲民党真的有做出这样的民调 早就该公布了 不是这样子吗 我最后讲一下宋楚瑜在友台的专访里面 宋楚瑜讲过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坐计程车坐10次 有5个计程车市地说我支持宋楚瑜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50% 怎么是35%呢 这能信吗 所以涛哥我也不是跟陈委员计较什么 不是 反正就剩50天 50天之后就开讲 就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谈的是整个的一个氛围 这整个玄战的一个趋势 当然每一位候选人都认为说自己稳赢了 可这个趋势 即使宋楚瑜先生说 我真的不是要把这个马英九要怎么办 可是你要选总统就一定要拉下来 那么长期来从各种趋势来判断 那么到最后 即使你不愿意 但是马英九也因为宋楚瑜先生的参选 可能有相当程度的 特伟委员刚才听你说的两次 以天下苍生为念 应该没听错了 我也很愿意相信 昨天在您离席之后 其实其他友台有部分公布说 其实这个林瑞雄已经取得了这个 契级的这个证明书了 那我相信 您作为一个这么重要位置的发言人 您应该是知道的 所以既然以天下苍生为念 您可以在昨天苦苦煎熬我们和苦苦煎熬观众 这会是以天下苍生为念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真的能以天下苍生为念 是不是让我们社会的神经少受一点伤害 两年前 辉文在广播里面说一段话 过去我们长期的 其实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政治状态 有很多的不正常的总统 在进行我们的政治活动 在广播里面 那这一次本来看起来应该要正常一点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整个社会神经受到很多不正常的骚扰 那我举证 以免我又被告 我说的不正常就是指像刚才那个情况 也就是说 明明您已经知道了 何苦卓夜煎熬我们 这我觉得 你假设说 昨天陈委员已经知道了 这个宁明雄先拿到这个契级证明 但是也可能完全不知道这种情况 这我可以补充 因为是碰到了李敖李大师 这李敖李大师亲口讲的 说宋楚瑜先生是在22号上午 就知道了 拿到了美国国务院这件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 一样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大家对宋楚瑜会迟疑 如果你22号上午就知道了 清兵党的选民多急啊 然后这些让你要去问了 不好意思 陈先生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作为一个发言人 你对这样一个领导人 你信赖吗 如果你知道 你为什么会跟宋楚瑜一样 把社会玩弄了48小时 而这里面最可怕的是什么 如果真的是李敖大师 自己亲口讲的 而且是有录影为正的 那为什么全台湾要陪着李宋楚瑜 永远玩这个最后一秒的游戏 你联署要不要参选最后一秒 什么东西都是最后一秒 我有没有这一张 也是最后一秒 我们现在才刚讲了 全世界面对这么大的变动 我们一直讲 这个时候全世界 人们解决问题 没有一个领袖可以 可信赖的领袖最重要 而宋楚瑜永远在玩 这个最后一秒 包含你要去问宋楚瑜 你有没有告诉我 如果你没告诉我 你怎么去跟随他 不是 你刚刚讲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这种操弄 就是在整个的选民 当然你要支持 选民的这种决策 可是这个操弄的这种感觉 是一直存在的 的确 我想这是宋審长 在未来 后续59天 必须要在他的形象管理上面 要找到一个特效 不然大家 对 很难特效 但大家对于说 宋长非常高明的 所谓政治算计的 这个负面形象 可能是他 所谓登上大为一个 非常重大的 自我所设立的 自我的障碍 我先提醒一下 客观的提醒台湾的选民 因为这次有三组候选人 他的竞选的模式 会比较像2000年那次的样子 我想民间有一个朋友 告诉我 说宋人参选 我们民政党 不会是去叨叨政治大乐图 第一菜金 你看多高兴 我补充一下 2000年3月之后 邱毅仁在广播 陈文健的广播里面 说了一个话 他说他们最重要的策略 就是要让宋处于 一定保持在局中 民进党才有获胜的机会 这个带子应该非得 非常清楚 所以省长这个部分 我想他很难摆脱 说民进党长期 他骨子里对于宋省长 参选的真正的政治期待是什么 所以未来省长怎么摆脱 民进党给他的这个政治紧箍咒 除了勇敢的挑战马总统之外 也要能够勇敢的说服 我是理性的说服你的支持者 我宋省长 在这场选举的最终结果 不是蔡英文的一个拉马的工具而已 这是丑话 但是最后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实话 台湾的选民 我们很热衷政治 因为有人对政治很冷淡 有个政治学者告诉我们一个很有趣的话 他说我们希望透过政治 得到什么东西之前 我们要先学会透过政治 学到什么东西 得到之前要先学会学到 过去几次台湾的所谓两党 有一党分裂式的选举 最后都会造成意外 我不说那个意外的 当选的民进党 他没有执政的正当性 可是他毕竟是这个什么 合理预期之外的意外 我希望每一个人的当选都是主流民意体现了什么 不意外的当选 这才是符合我们民主健康的发展 可是目前这个趋势也刚才您讲了 说针对民进党看到宋楚瑜现在登记参选总统 就等于中乐透了 2012中乐透了 这不管你从民调或者从过去的所有的一些的轨迹看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谈的是非常客观的一个现实 民进党如果如涛哥所说宋楚瑜参选 就像种乐透一样的非常高兴 不要快乐得太早 老是说你应当要感受到宋楚瑜 最后会把蔡小英拉下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不要快乐得太早 尤其文家兄你不必担心 宋楚瑜不会扮演 以民进党来拉马下来的一个工具 宋楚瑜跟民进党的斗争 年资比马英九要长过一倍 宋楚瑜被民进党打压的年资跟重量 也胜过马英九一倍以上 所以对于民进党的斗争 宋楚瑜比你马英九更具敬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刚一直在谈到 这个林瑞雄拿到放弃美国国务院 那个核定的失去国籍的这个证明书 好像我们在操弄 对不起 操弄这个戏码的 是遇老而不是在座各位 也不是我们 我们是被操弄 大家通通都是被操弄了 至于刚刚您讲到的 说我们煎熬大家 甚至创下说煎熬到最后一秒 到底谁被煎熬 也许你们感受到被煎熬 难道我昨天晚上不被煎熬吗 我一样被煎熬 所以老实讲 我必须把真相告诉大家 只有一个真相 你们刚刚举例说 有台在什么时候就有人说 明书 事实上很清楚 今天出具的证明书 美国是在11月21号 由国务院盖章核准 然后他核准的程序是怎么传到台北的AIT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是到昨天23号才到AIT去拿到这个证明书 连我都还来不及被通知 好多人上媒体 通通没有被通知 昨天晚上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来上本节目 昨天晚上我是一流的演员 演到最后 我明明知道 故意讲的不知道 昨天晚上我的智慧好过吗 大家都很不好过 老人讲 简单的事情 不要把它复杂化 很单纯的事情 不要把它当成阴谋 再回来有两个这个角度 一个这个角度就是宋淑仪 现在针对马英九说不同不徒不无 也是这个背离宪法背叛的这个宪法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角度是 那宋淑仪先生认为说飞弹对台 那么不是这个对危害这个台湾 是对保护中国领土的话 这会变成宋淑仪先生一个政见 明显的跟所有大众来说明吗 另外宋淑仪先生 宋省长会不会让中华民国和台湾人民双苏 在未来50天 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